小心你所领养的动物要是走失的话 你自己恐怕是要赔偿的 收养流浪猫呢是必须要年买20岁 有个爱猫的18岁少女呢 他就拜托室友带为签下的妾结书 而且领养了两只猫咪 但因为房东搬家的时候 家具把这个房门打开了 让养了一年多了两只小猫咪 冲出了屋外走失了 那么动物保护协会之工呢 只有依照契约求偿10万块钱 而当初领养猫咪就认定是会爱护 一辈子的认养人 根本说没有注意到这个合约书呢 提到要赔偿的规定 那么现在志工呢却认为说 他是没有尽到照顾之责 而且强调说这种人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也让这个月薪只有2万块钱的领养者 不晓得现在该怎么办了